那么心不在焉 时而不知其味 你的心在股票上 心在刚才公司的业务上 心在外面胡思乱想 没有安置在胃 所以说你吃啥 啥不想 没有安置在自己的体内 吃啥 啥不想 这就叫心不在焉 你们练了这么久 居然永全没反应 下步枪没反应 这是什么 心不在焉 给你们一个开个病房 这叫丢魂蜡破症 魂不守舍 魂不守舍 魂神 魂魄 都不在体内 都在外面逃逸着 逃逸着 你把自己的房子给丢了 你的宅舍 魂破 宅欲肝 魂宅欲肝 以肝为家 破 宅欲肺 以肺为家 心神 以心脏为家 肺神 以肺为家 他有宅舍 他要回到家 他要有通道 叫通力 道路无周修 他有通道 通道都堵着 高速公路堵车 他进不去 进不去 他不回 他不回去了 我参与抢救了几个车祸病人 一看不行了 但是还有机会就把他魂魄给拘回去了 魂魄拘回去了 因为你练到一个层次 你的体内的那个神可以跟外神沟通的 就是人有神通 不是肉体有神通 这对肉有啥神通 是你体内有神 有神 有身内神 能够出体了 叫身外身 这是张卜生 身外还有个张卜生 他就能跟人沟通 就能跟他的魂魄神沟通 你回去吧 你老婆孩子都找你了 你别死了 好 把他找齐了 三个魂找齐了 七个魄找齐了 你回去吧 然后他们就在外面转啊转啊转啊 不回去 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去 哎呀 这个你看我的脑壳里还是全是血呢 淤着呢 淤着这个通道 神路不通 神路不通 神也有神路才行啊 气有气路 神有神路 血有血路啊 人有人路 鬼有鬼路啊 这都是有通道的吗 师父没办法 神路不通 神路不通 然后我就赶紧给他家属说 我说赶紧让医生给他抽血 这个这个左脑血瘀 这个瘀住了 然后家属跟医生祷告 说哎呀你救救我 丈夫把这个 你看师父说能救 医生说他能救 让他救 我救不了 我看他死了 这不给救 那你这不给救 神路不通 血路不通 气路不通 这人怎么活过来 所以就救不了了 就救不了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冤死鬼 为什么叫冤死鬼 就明明能救的人 能救的人 你医生听人家的话 你给他抽抽血 那血块瘀着呢 血一抽 然后不压迫气路 不压迫血路 然后再把血给他止了 这面他的魂魄 这个在头七天 都有机会救他 就是那你配合 为什么以前叫道医学 这个人死没死 还没死呢 死是什么死 死是神不能再回来了 那叫死 今天说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就是死 这是吸一吗 吸一这4%的死亡证明 就是心跳没有 呼吸没有 停止抢救 不救了 然后这个神一看 有救 赶紧把那儿弄一弄 把这儿弄一弄 把这个道路给他清了 然后浑神入体了 活过来了 这得配合 4% 跟96%的配合 才有机会救人 所以是我们今天很多冤死鬼 就是本来还有救 结果没救 冤死鬼他要干什么呢 他要报仇 做吊死鬼 做这个找替身 说是一个撞车的地方 过几天又撞死一个 为什么他要找替身 找替身以后 他作恶多端 他就能够去 把身体的阳气 都败光了 因为他害死个人 这个罪大 败光了他的德 败光了身上的阳气 他就能下去地府 转世轮回 哪怕是到地狱 还有转世轮回的机会 你不下地狱的话 你不下阎王殿 你只在阴阳间的 这个恶鬼道 凶恶的恶鬼道 他永世不得转世 我们超度过程中 几千年的都还在 不要说几百年多了去 几千年的他这个横死的 没人帮他们 他们还在阴阳间受苦呢 几千年的都还在